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间 他们已经走到街上 街边十四茶楼散步 就这里就行 不用非要去好的正殿 那倒也是 再好的殿还能好过太平居 婢妮笑道 金哥和半秦都跟着笑 一行人随意走进最近的一家 娘子 这边请啊 殿小二热情的招呼 普通的十四只有一层 也没什么包厢 皆是厅中散座 随时已经做了好些人 成交娘等人偷了最理的一席坐下 婢妮说道 两个荤菜 两个素菜 再煎一碗茶 一壶白水送来便可 殿小二高声畅诺着去了 如同所有十四一样 正餐上来前是冷盘 区别是明教楼里的冷盘精致些 用料也名贵 普通十四就是简单的果子蜜饭 门外有新客人走进来 殿家 还有乐的字在 乱哄哄中冒出这么一句话 让被你吓了一跳 忍不住抬起头 坐在一席上的三人 正和殿小二点菜 殿小二笑哈哈的说道 有的有的 乐的字在一套 客观是要素的还是荤的 麻的还是清汤的 十样菜还是四样菜 听到他一溜爆出 那点菜的三人神情无恙 婢女则瞪大眼 不由偷口说道 这 这 这乐的字在 竟然已经有这么多花样了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旁边心上的人听到了 抢着答道 要不叫乐的字在吗 字去怎么乐意怎么来 爱怎么吃怎么吃 婢女看成交娘 神情古怪 那边桌上三人已经熟练的 接下殿小二的话 来荤的 十样菜 清汤 成交娘看向自己旁边一席 问道 这么多菜 只怕要贵吧 见识这么一个干净漂亮的小娘子文化 旁边的男人忍不住笑 不贵不贵 几把菜吃几个钱 好告诉小娘子 这不过是配菜 只点这个 要店家赔死的 大家都还会点点酒水 要么点一些正菜 他一面说 一面似乎为了证明这句话 娘少高声叫店家 给我下一个乐的自菜 麻达 素汤 三个菜 他说完 带着几分得意看成交娘 娘子要不要也来一个尝尝 简单随意 味道也好 比那过路神仙还要好 过路神仙娘子知道吧 说着 又拍头笑 过路神仙自然人人气吃了 小娘子肯定知道 不过今日尝尝这乐的自在 便知分晓 成交娘笑了笑 没有接话 低下头拿起筷子 壁里面上的陈晴越发复杂 似是惊讶 又似是欢喜 还似一似快意 他喃喃说道 真没想到 这船得这么快 而且还这么多的花样 这才几天而已 成交娘夹起一口菜吃了 这世上自来不缺的就是聪明人 他慢慢说着 陈角处凝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豆漆沉着脸迈进门 上好的莲花包厢房内 已经散坐着十几人 年纪老稍不等 看到豆漆进来 有的露出笑脸 有的面无表情 其中一个年长的老者 笑音一问道 豆爷 胆污发财 叫我们来有何事 发财 豆漆脸上没什么笑意 哼了声 一面老衣服跪缩下来 倒要请教诸位东家 何故端我豆漆生机 这话说得不客气 但屋中人神情却是没什么变化 该笑的还是喊笑 该面无表情的依旧面无表情 还是那位最先说话的老者 喊笑问道 豆爷 这个话从何说起 另一人冷冰冰的看着豆漆 哼了一声说道 哼 自来同行是冤家 互相是盼着对方死 但是光盼着就能让谁死 那真是天下又大乱了 哼 豆爷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别说这些可笑的话 生意不好 还是问问自己 别问我们 屋子里响起笑声 有人打去他 包家十七哥 你敢说你没在家咒我吗 那人却依旧冷冰冰说道 你们先把我包家的草儿烧了 我包家自会收了你们的 这种看似挑衅吵闹 却并没有让气氛变得紧张 反而更为轻松 笑声越发多 豆漆并没有笑 脸色越发铁青 他拔高声音说道 我要说什么你们心里清楚 当初我豆漆在这里开店 可没学你们家任何一位菜 再看看你们 家家用我的过路神仙 是什么意思啊 屋中笑声停了 他们笑道 豆爷 说笑了 我们可没人做出你家的过路神仙 豆漆冷笑一声 哼 神仙哪有凡人好啊 乐得自在最逍遥 如今京中唱遍吃遍 我又不是瞎子笼子 诸位 这可有点过了啊 义人收了笑 淡淡说道 豆爷既然也知道是乐得自在 还要问什么 这乐得自在是什么 不就是我家的过路神仙吗 豆漆登眼说道 因为激动 面上的粉些许掉落 邓一人皱眉说道 这怎么是你家的呢 锅是你家的 火是你家的 难不成你家用了火锅 别人就不能用 再说 除此之外 也没别的一样的 价钱更不一样 我可没见过你家的神仙 价钱不足两个钱的时候 厅中人再次笑起来 一个年长的老舍 正容说道 哼 不妨跟豆爷说明白话 这乐得自在 本不是我们要卖的 你去打听打听 最初都是客观们自己要的 怎么做 要什么 怎么吃 都是他们交点家来做 所以我们才不好收钱 毕竟什么都不值钱 豆冬家 如果真的是我们自己想出的 怎能如此 这些事 豆漆自然知道 这才是让他 又是气又是不解的 老者摊手 带着几分无奈说道 这种施法 据说最初是书生们 野外游乐时 料以冲击之法 不可否认 他们中许是吃过 你家的过路神仙 所以才想到如此吃法 但你要贵罪 与我们就有些冤枉了 你要真气恼 不如去找那些书生吧 豆漆咬牙 这不等于废话 那位冷冰冰的包家男子 站起身来说道 豆爷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那种要客人点 我们说没有的话 就别说了 开门做生意就是这样 放心 你家要是家正才 不管跟我家 做的哪一个重样 我包时期 绝不会上门与你吵闹 最多 再多做一个草人罢了 室内忽然大笑 对啊对啊 我家也一样 不过我比包时期 还要低到 我可不会背后打小人 要说起这个啊 六爷 你家最近上的新花雕花佛 是不是跟我家的跳枪佛 有些太相似啊 是啊 如何 你家能用萝卜 雕佛爷 我家就不能了吗 看着厅中虎脚蛮缠 嬉笑怒骂起 没有一个在理会自己的质问 豆漆愤然起身 拂袖离开 他也知道 跟这些老行家 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但是要是不说 实在是憋屈 舒适 豆漆有牙 抬脚 踹向一旁走廊的花架 哪个阻止的坏我声音 花架应声而倒 发出哗啦的响声 不过 如今包厢房多是空着 并没有引出人来看 豆漆沿着走廊 脚步重重的而去 掌柜的说道 要么我们也上正菜 此生做正菜 你是能挖来哪家的厨子吗 花枚才落 就被豆漆 恶恶恶的打断了 他喝问着 掌柜的缩头 可又忍不住说道 可是东家 那些店 大大小小的 不仅能上正菜 还能上乐的自在 什么乐的自在 那就是学咱们的过路神仙 这些不要脸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豆漆用茶碗砸过来 掌柜的被砸中了尖头 疼得只脸嘴 但也不敢躲 叽叽说道 东家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 人家卖这个 咱们真没办法啊 都是开酒楼的 横竖都是那些菜 那些器具 从来没有你家炒这个菜 就不许别家炒的 豆漆脸色铁青 狠狠地砸了几下鸡案 喊道 那他们也卖贵些 娘的 卖什么七八个钱 这价钱 还不够他神仙居 一盘秘制酱汁 他咬牙说道 摆明了是故意的 他们就没打算用这个挣钱 而是要用这个 击垮我 那 那我们降价 掌柜的刚说一句 又引来豆漆赤马 指着他骂道 你脑子被溜梯了 这时候怎么能降价 降起来 我这还是神仙嘛 不是跟那些烦人也一样了 他们何必 还来我们这里吃 随便走进任何一家 不都一样 你这蠢货 当初我怎么就请了你来 我娘还把你说的 跟猴子精一样 阿呸 掌柜是豆漆母亲娘家的人 眼瞅着豆家十四发财 便寻来分学力 在豆漆与叔伯们争产的时候 起了大作用 也出了不少好点子 因此得豆漆看重 便应了母亲的所求 留他在酒楼做掌柜 豆漆站起来说道 我去找我干爷爷 掌柜的虽然被骂得满脸通红 但还是忙拦住 说道 东家法不择重啊 如今不是一家两家如此 而是满京城的十四九楼 都弄这个 刘大人难道还都能 震慑住他们不成 这京城可不是 中书门下密革的天下 自然也不是他留校里 毅然说了算的地方 豆漆扶袖愤愤而坐 随口说道 那你说如何 掌柜的脑子飞快地转 现如今绝对不能降价 那我们要做得 让名气更加好 更加的神仙与众不同 我们就卖那么贵 不是谁想吃就能吃得起 名气 名气 更大的名气 转了几圈 猛的一拍手 有了 东家 他惊喜地喊道 在豆漆面前跪坐下来 豆漆说的不过是气话 根本就没指望 这个蠢才想到办法 他没好气地说道 有什么 东家 东家 掌柜的潜移几步 面色激动 三月二十 旧吃京中 普秋寺大禅会 这种事 是个京城人都知道 豆漆没好气地说 我可没心情 去给他们献香油 去 一定要去 而且还有大张旗鼓的去 还有请干爷爷出面 保我们去 豆漆看着他有些不解 东家 掌柜的再凑近些 眼睛亮亮 素摘供奉 豆漆猛得恍然 伸手啪得一拍鸡案 而与此同时 太平居里 吴掌柜也一拍桌子 咱东家 他看着群茂羞 神情郑重地说道 这是一个好机会 徐茂羞看着他 若有所思 点点头 好 掌柜的 你说如何便如何 你说吧 要如何做 其实说起来 普修寺之名 不如且听似 前朝时在闹市之中 不过是几间破店 以及 二十竹古柏 另有一个 瞎眼的老和尚 守着香火 老掌柜的说着 一面带着几分追忆 屋内 徐茂羞 范江林 不是京城人士 这些事自然没听过 刚被叫来的李大嫂 虽然是京城附近长大 但一直闷在后厨 对京城的贤文义士 知道的很少 丫头就更不用说了 彼时冒修他们进京还晚 大家都听得很认真 后来 是敬慧大师云游至此 以新弘扬佛法 不担心了 奔走呼告 素兴野妹 历时二十年 将这破砖乱娃 毛毛草的景致 变成了殿堂 佛像辉弘 虽然大家都不信佛 但二十年的辛劳 依旧值得人人敬佩 屋中人接点头 老掌柜又笑道 至于其他的规矩 佛事我也不懂 敬慧大师是三月二十元记的 自此后 普修寺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举行大法事 传到如今明海禅师 明海禅师 剪的一首好禅茶 将法会更为扬名 馋茶 重金难求啊 茶 范江林忍不住 插紧问道 咱们吃的茶 菜都舍菜 难道吃起来就一样吗 老掌柜笑问 范江林也哈哈笑了 李大勺也插话问道 那吴掌柜 你要做什么 准备也去求碗茶吗 一会儿店里就要伤客人了 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去 有半斤姑娘在呢 你忙什么吗 我闲得没事找你讲佛法吗 老掌柜瞪他一眼 李大勺撇撇嘴不说话了 老掌柜接着说道 说道明海禅师的茶 为了求一碗茶 多少人想尽办法 曾经有一个大同商 豪吃万贯 置办树斋供奉 换的一碗煎茶 万贯 这次连丫头都惊讶地瞪眼 就为了一碗茶 值不值啊 老掌柜免须眯眼笑 说道 一碗茶值不值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万贯换的京城扬名 很值 其貌羞恍然 点头 所以 掌柜的你的意思是 我们也要献宿斋 没错 我们也要献宿斋 可是 我们哪来的万贯呢 李大勺忍不住说道 这世上又不是什么事都要钱才能做到的 老掌柜说着 然后 看着徐茂修一笑 所以 要劳烦东家和娘子说 看看有什么法子 进场不 这世上 有时候 比钱更厉害的 还有关系 能写出那样好字的人 一定很有关系 徐茂修点点头 说道 好 我明白了 我去和妹妹说 可是 我觉得 我们如今的名记 也算打出去了 范章林说着 一面伸手指了指外边 外边 有人马过来 带着几分喧嚣 是这里 就是这里 看看那个匾额 喧嚣中 还有人高声地说话 他忍不住笑道 这字 很快就传遍全城了 还有必要 去费那半心思吗 老掌柜抬起头 也看向门外 伸手碾须 目光微微眯起 说道 东家 字是好字 但是 我们这里是十四 十才是正道 院内 细雨淋淋 家山上流水而下 滴落在竹茧 积聚而浓 一头落下 敲在另一边的石头上 清脆的啪嗒声 穿过细雨 传进屋内 狼下半斤吓了一跳 看过去 又自己抿嘴笑了 因为成交娘住进来 大家觉得这是家了 便不知不觉地精心布置 庭院便是婢女亲手布置的 弄来了竹茧 京中又不能饮泉水 她却用在了庭院里接流水 婢女笑道 先是我家太爷就喜欢这个 说能听禅音 安静之中 有规律的起伏声响 到真跟寺中 木鱼敲动差不多 果然是禅音 但秦再次笑了笑 整容迈步到屋门口 屋内成交娘 与其冒修蹲坐 郎君 请用茶 半斤说着 跪坐下来推过茶 成交娘看着徐茂修眼前的茶 茶倒是不错 半斤捧起的水碗浪了下 娘子也要茶 徐茂修说道 是 我也觉得屋掌柜的念头不错 禅茶会是个机会 成交娘点点头 伸手 半斤忙将水滴过去 看着成交娘端起来 引了口 这才放心下来 低头退出去 半斤 刚走出门 便听到那里成交娘换道 她下意识地转身 跪坐在成交娘身后的婢女 已经应声 陈石八娘和我说的 是不是这个什么会 半斤低下头 转过身迈出门